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带来的展品是我们的一台超精密的一个加工中心 这台加工中心在去年的展会的时候也有参展 主要针对的是一些超精密的光学一些镜头啊 光学模组的一些模具的一些加工 在这旁边的话 这是我们现在在展示一个产品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现在正在加工过程当中 我们跟着镜头来看一下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台设备啊 它是三轴力士超精密纳米加工中心 主轴的最高转速是六万转的气浮式主轴 那我们面向的是我们现在一些光学模组 镜头的一些模具加工企业 这款设备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 就是一些国外的一些高端设备 比如说动智啊 这些超精密加工中心 那我们这款设备是纯国产的一个设备 包括从系统啊 设计啊 还有各方面的零配件啊 都是我们国内生产的 那属于国内的一个高端触控设备 然后我们的一些加工的样品 大家可以看一下 大概在这边那个展柜 那我们现在今天带过来的一些样品啊 有一些高表面光洁度 比如说一些镜面啊 3C啊 还有一些光学的零镜面 比如说贝壳啊 还有我们的LED透镜啊 这一些光学产品 科尔斯这个公司啊 我们成立于2016年 那我们的总部是在广东省深圳市 龙华区关南街道 我们生产基地的占地面积 大概在1万多平 未来呢 我们在明年 科尔斯将会扩大我们的生产规模 年产值我们的设备 大概在300到400台 为国内的一些高端的一些加工企业 提供设备服务 基本上这就是我们公司的一些介绍 好的 谢谢大家 其实我们大家也知道 其实在这个高精度的 那个超精密那个树供车厂这块 其实长期是被国外垄断的 其实国内的话 其实这样的公司并不多 所以说像陈总这样的公司 能把这样的树供车厂做出来 那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 非常不容易的事情 我还想知道陈总 就是目前的话 你看一下 就是现在这种经济环境形势下 你这里的话 看公司有没有在未来 或者现在有哪些困难 或者一些解决方法 给我们的小伙伴介绍一下 好的 科尔斯公司在今年受疫情影响 在我们的上半年稍微有一点影响 但是从我们这个月的订单量来看 我们未来可期 因为我们的订单从现在开始 已经排到明年三月份了 主要受影响的就是我们现在的场地 已经绑住不了现在的生产需求了 可能我们明年科尔斯会在 比如说松山湖或者深圳周边地区 来扩大我们的生产规模 会建一个新的厂区 或者去做一个新的厂区 对 而且我们在东莞 就是东莞的长安 有一个分公司 我们的展厅 还有售后服务 销售团队 还有技术自治团队 我们都在长安分公司 大概有1400平米的一个展厅 为我们的东莞的一些客户 进行服务 最后我还希望了我们陈总 给我们这次那个 光博会的举办方 带几句祝福的雨 送给大家 好的 预祝这一次光博会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好好好 来 谢谢我们陈总 谢谢陈总 好的 好的 好的